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任嘉伦、李沁的请君 上演李土匪和千年战神的爱恨情仇 最近各大平台上映的电视剧 不得不说环都挺稀罕人的 从余生请多指教道 欲交际到特战荣耀 蓝艳突击在道柱青豪且是天下 还有刚刚上映的风起龙溪 这剧风瓜的 好像都没有剧荒的那一刻了 而且是各种题材应有尽有 再瞅瞅各大平台的带播剧名单 总感觉后面还会有更精彩的 其中任嘉伦、李沁主演的请君 要算是呼声较高的一部剧了 毕竟这大尾巴鱼还历历在目 怎能不期待任嘉伦的这部新剧 更何况还是和大美女李沁的首搭 请君是一部集爱情、仙霞、民国与其换位一体的影视剧 男女主来了一场千年邂逅 堪称神话 请君的原著小说是请君自教 但是请君只是用了原著的设定 就是那顶轿子没变 其他的故事内容完全是原创 跟小说内容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请君曝光的海报上 一座古色古香精雕细琢的大红花轿 上方是雕龙楼凤的宫殿 下方是灯火通明的市井 这独特的庙堂与江湖的组合 配上男女主摇箱对望的身影 加上旁边的傅文窈窕君子 小女好球 可见这又是一部女追男 欢喜冤家的命定情缘 任嘉伦饰演的男主陆岩是一位杀法果断 铁血柔情的杀神将军 为爱沉睡千年 一朝苏醒 鬼神难党 不过这么一个厉害的大魔头面对喜欢的人 却是口贤体正直的傲娇尽欲男 陆岩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千年 到了民国时期 李沁出演的女主于登登是一个贪财好色的女土匪 清权债少债主 娇俏可爱 力能扛顶 又十分讲义气 就是这样一个女土匪 却被杀神大神的美色迷了眼 心心念念要把人家抢回来当压债夫人 殊不知于登登是一位千年女神转世 前世和杀神将军若言相爱 因种种原因轮回转世 再次重逢却是千年之后 而这一世贪财好色的女土匪于登登抢亲 意外抢回了这个千年杀神 今生是冤架 前世是绝恋 就等两人的相认肃情了 至于这个过程吗 从目前释放的花絮来看 要么是调戏 要么是扑倒 这种女主动 难被破的戏码还是挺让人期待的 吸睛的还不止这些 剧里面那些奇幻新鲜的设计 听起来也是超级好玩 比如说剧中的搞笑担当 忠心铁憨憨 干啥啥不行 干犯第一名 因为中了奇毒而变的可男可女 还有剧中的教子也是主要角色之一 据说能让人变换性别 起死回生 欲知未来 回到过去 突然就有点梦回第八号档铺了 只是不知道进入这顶教子 需不需要付出点代价 请君卫播先火 任嘉伦和李沁又是演技过硬 颜值爆表的两位演员 加上又是原创剧本 观众对这部剧的热情也是相当高了 虽说请君去年就已杀青 但是今年能不能播出 还真是够悬 从强扭的瓜野田到为爱奋不顾身 这梦幻情缘 重生之恋怎能不心动了 请君妥妥的期待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